夜游台南运河还有灯会的焰火相伴 浪漫的景色和灯火光影相呼应 看起来美不生收 博最近经营游船的船东们 却感觉工部门对推广这样的 水上游气活动很不友善 停泊在岸平港内的游气船只 最近业主们都收到一纸公文 表示这个停泊费要大涨300% 让所有业主们都是苦不堪言 从原本的计算方式涨了大概三倍 一张公文来我们就要多付了三倍的价格 这是真的有点很不合理 一纸公文月署就要提高所辖的九处 包括岸平港在内的地类 与港内的游艇停泊费 提高300% 问题是对于私设码头的不法业者 根本管不到 向海致敬 可是我都觉得那个敬是禁止的敬 像靠泊费这样涨 以后谁敢玩船啊 对此令委陈廷飞出面 召开协调会 要听听官方的说法 也要为合法业者和游艇船东请命 他们管理的角度 他们认为说 他们好像这个整个物价在波动 不去调整不行 那有没有想到 因为物价波动所造成的民众的压力 目前游港内的游船停放并不收费 也就是说调涨停泊费 完全针对油气船艇而来 政府一再强调鼓励要国民亲近海洋 也积极推广游港观光 不过真正投入的业主船东 却不免感到政府的向海洋致敬 成了禁止的禁 明日新闻正宝林志明台湾时报导